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刀思暮想的戴安娜呀 今天来说一个美丽高贵妻子 内心的欲望的故事 因为丈夫中看不中用 无法满足漂亮妻子的欲望 漂亮妻子只好 都都去卖身享受 故事名叫白日美人 又叫白昼美人 台湾一名为青楼怨妇 香港一名为青楼红杏 你别说啊 这些一名还都挺符合故事的啊 故事呢 开始于一条林间大道上 一辆马车永远即进行来 美丽高贵的妇女塞夫林 和自己的丈夫皮埃尔 相互是说着自己的爱意 但是塞夫林不肯讲自己的内心 完全摘露在皮埃尔面前 这使得皮埃尔勃然大怒 刚才的温柔体贴全然不见 他打开车门将自己的妻子塞夫林赶下车 然后让两名车夫将妻子捆在森林的树木上 皮埃尔出炉的撕开塞夫林的上衣 让车夫们拿着皮鞭使劲的臭炸的塞夫林 甚至是要还没完 皮埃尔接着命令车夫去羞辱自己的妻子 而在车夫的举动下 塞夫林竟然露出了小时候的表情 画面一转 塞夫林躺在床上醒来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塞夫林做的一场梦 他告诉自己的丈夫自己做了一个梦 说两人在马车上甜蜜 塞夫林和皮埃尔已经结婚一年 但房间中的布置却让人感到意外 两人是分床而睡的 虽然丈夫皮埃尔非常喜欢妻子 也想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 但塞夫林一直拒绝和丈夫亲热 皮埃尔也只好尊重妻子的传心 皮埃尔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医生 每天勤勿上班赚钱养家 而作为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 塞夫林每日的生活就是在家试试叫 喝喝咖啡打打网球 作为一朵闲适而高贵的花瓶 但是这种体面而无聊的生活 却令塞夫林日渐感到空虚 他表面上高冷的拒绝丈夫的亲热 背地里却经常想起童年被男人猥琐的经历 可能正是因为从小的经历在内心留下了伤疤 塞夫林难以和深爱自己的丈夫真正结合 他的潜意识中有着一种追求刺激 渴望刺激的欲望 但表面上塞夫林又是一位高贵的名媛 所以他必须维持着自己的身份 在这样持久的压抑之下 他产生了扭曲的心理 他渴望着强烈的刺激 这也是温柔的丈夫皮艾尔所不能带给他的 因此他才会做着这样的梦境 以此偶然的机会 塞夫林在好友口中得知父亲有家 专门为富商提供服务的地下会所 虽然表面上塞夫林一直质疑这种地方存在的真实性 但这件事给塞夫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以至于回到家 他一直魂不守舍 打碎了不少东西 第二天塞夫林还是拐歪抹角的从口游口中 问出了会所的详细地址 像是鬼迷心窍一样 他不自觉地来到会所附近 他在这里转悠了一圈又一圈 最终他还是抵挡不住 带着墨镜走入了那栋楼 很明显会所的老板娘对塞夫林非常满意 由于丈夫晚上会回家 塞夫林只有下午两点到五点 才有时间来这里工作 因此会所的老板娘给塞夫林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白日美人 塞夫林实在很紧张 甚至在听到有客人来时想要逃走 但内心的渴望还是促使他留了下来 他的第一位客人是个糖果厂的老板 老板很有钱 但是说话言语非常出路 也非常会玩 他强硬地撕开塞夫林的衣服 但是他的粗暴 却让塞夫林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感 这种行为不无光是满足了他的受虐欲望 也打发了自己在家无聊的时光 虽然第一次之后 塞夫林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回家之后他立马洗了澡 烧掉了自己的内衣 想要抹掉自己刚刚的世界 但是有了第一次的行为 塞夫林已经打开了自己的欲望之门 他已经无法可扯自己 在一片荒凉的大草原上 皮尔尔和自己的好友哈森 看着牛羊奔跑 很明显皮尔尔是这片农场的主人 而此时的塞夫林一袭白裙 被绑在了牛鹏的柱子上 皮尔尔往塞夫林身上挣扎一把把淤泥 口中还辱骂着不堪入耳的词汇 黑色的淤泥沾满了塞夫林的白裙 和美丽高贵的脸庞 但塞夫林并没有生气 反而是一脸享受的模样 原来这是塞夫林的第二个梦境 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塞夫林终于克制不住自己 他再一次打到会说 想要继续 塞夫林的第二位客人是位艾海科医生 但是他有着受虐倾向 他带了各种小玩具 和塞夫林一起享受 从此塞夫林已经完全撕下了自己贵妇的面具 变为了一个享受刺激的风景 第三个客人是有着恋污屁的商人 等工作结束之后 塞夫林已经累到完全不能动弹 会锁护工联系的说 遇见这样的男人 谁都会害怕的 但现在躺在床上的塞夫林却是一脸享受 从此塞夫林开始上路接待各路客人 甚至有着一位奇怪的客人 塞夫林被要求换上了黑色的衣物 躺在了棺材中 客人带着棺材回家举办了一场仪式 塞夫林扮演的是客人的女儿 这场仪式不仅仅是他女儿的葬礼 还是他和女儿的婚礼 虽然很是诡异 但很明显塞夫林非常享受 他辗转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 扭曲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也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双重身份之间 每到下午两点到五点 都是塞夫林放纵自己的时刻 到了五点之后 他又回归到了端庄高贵的上流社会夫人 他一面用道德标子 要求自己 一面抛开一切道德 追逐着自己疯狂的欲望 很快塞夫林做了第三个门 在热闹非凡的餐厅中 他当着自己丈夫皮埃尔的面 和皮埃尔的好友哈森一起 钻到桌子底下玩起了游戏 而皮埃尔和哈森的妻子却毫无反应 但了 这是塞夫林的梦境 两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应了 也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实在是有愧于丈夫 这天晚上 塞夫林竟然主动要求和丈夫睡在一起 这让皮埃尔感到非常开心与幸福 唉 这个可怜的男人 但很明显 这一丝的愧疚并不能让塞夫林放下自己的欲望 他依旧过上双重身份的生活 直到这一天 他遇见一个与众不同的客人马赛尔 马赛尔是个残暴的亡命徒 身上布满的伤疤 游走于各个城市之间 遇到塞夫林之后 这个男人竟然被瞬间吸引 而对于这样一个危险的客人 塞夫林也迅速的产生了不一般的情感 他甚至希望马赛尔的下海次到来 当然马赛尔并没有让塞夫林失望 他很快再次到来 马赛尔看起来非常强势 他询问着塞夫林能否在晚上见到对方 当然这并没有得到塞夫林的一回应 日之一天天过去 塞夫林的好运终于走到了头 他在会所的生活被皮埃尔的好友哈森撞破 这令塞夫林非常不安 他生怕哈森会将自己在会所的事情 告诉丈夫皮埃尔 哈森很快要求和塞夫林的单独相处 这令塞夫林非常恐慌 他语无伦次的向哈森解释 虽然哈森并没有对自己做什么 但这一切还是令塞夫林害怕了 他做了第四个梦境 在一片宽广的森林中 塞夫林一袭红裙被绑在了树上 但是丈夫皮埃尔和好友哈森开始决斗 两个男人在一起厮杀 最终皮埃尔获得了胜利 战胜了哈森赢得了塞夫林 塞夫林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他跟会所老板娘说了离开 他终于要结束这一切混乱的生活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王命徒马赛尔已经爱上了塞夫林 在得知塞夫林离开会所后 他调查到了塞夫林的真名 找到了塞夫林的住址 来到了塞夫林的家中 见到马赛尔塞夫林非常震惊 他着急的赶着马赛尔离开 但是作为一个亡命之徒 马赛尔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带走 这个令自己着魔的女人 但是塞夫林并不想离开自己的丈夫 而马赛尔靠着这一点拿捏住了塞夫林 塞夫林陷入了纠结室中 很明显马赛尔的出现让塞夫林原本两面的生活 有了裂缝 但塞夫林根本不可能抛弃自己表面的生活 他很想摆脱这位小情人 然而这位小情人很明显比较麻烦 在好不容易中美色糊弄走马赛尔后 塞夫林焦急的等待着丈夫皮埃尔的到来 没想到马赛尔为了心爱的人 竟然将枪口指向了皮埃尔 在塞夫林的楼下 马赛尔连开竖枪打向皮埃尔 不过马赛尔这个盲命徒也没有成功逃走 在经过几轮枪战后 马赛尔被警察击毙在截口 皮埃尔被送往医院救世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生命危险 虽然他前身瘫痪 眼睛也瞎掉 以后必须坐在轮椅上生活 而塞夫林竟然再也没有做过受虐的梦境 这天哈森过来看望皮埃尔 而哈森将塞夫林的一切缩给了皮埃尔 等哈森走后 塞夫林过来照顾皮埃尔 审慈的皮埃尔摸紧下留下了言论 塞夫林坐在皮埃尔对面的椅子上 此时窗外的马铃声响起 塞夫林坐着了身子 惊喜的望着眼前微笑 镜头来到了皮埃尔身上 他竟然完好无损的从额翼上站了起来 一切都好像从未发生过 他笑着问塞夫林在想什么 塞夫林甜蜜的回答在想你 电影的最后皮埃尔拥着塞夫林 两人一起甜蜜的讨论着 结婚周年的度假计划 窗外的林大道上 两个车夫驾着一辆空马车经过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的结尾非常有意思 皮埃尔的重生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这是塞夫林的第五个梦 代表着他疯狂岁月之后 渴望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去 人类的梦境会表现出自己潜意识的追求 一开始塞夫林的梦境中 他一直被绑在某个地方受虐 这是他内心对自己对欲望的渴求 而现在他潜意识在渴望回归正常生活 才会梦到皮埃尔从轮椅上攒立起来 第二种解释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塞夫林的梦境 他没有去过会所 也没有遇见马塞尔 他的丈夫更没有被强击 生活一切如旧 所有的一切都是塞夫林的一个疯狂梦境 你觉得是哪一种呢